好我们谢谢诗涵带我们掌握来自机场的最新状况 再来要看到蔡总统在美国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中国呢对两人会面地点雷根图书馆 还有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寄出了制裁令 并且是两度将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 列为顽固台独分子 面对了中国威胁台美交流仍然是不间断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的主席麦卡尔 带领着跨党派的议员访台 这个规模超越以往 更是台湾关系法生效之后 44年来首次由美国外交访团进入立法院议场 观看院会的进行 麦卡尔也强调 希望尽快签订跟台湾自由贸易的协定 并且跟台湾联手抗中 在立法院议场二楼跟楼下总咨询中的 行政院长陈建仁吉利伟门挥挥手 他们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主席麦卡尔及跨党派议员拜会立法院 是台美断交后台湾关系法44年来 首次有这么大规模的美国访团公开进入议场 麦卡尔特别称赞总统蔡英文此行过境美国 跟总统会面前先与台湾半导体航台 国防产业等人士会面 致力深化台美经贸关系 不只在经济与台湾同一阵线 也盼军事合作上能有所突破 不会放任台湾独自对抗中国军事威胁 但中国在菜卖会后又祭出制裁令 针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跟雷根图书馆 并二度宣布制裁我国驻美代表香美琴 列为顽固台独分子 对相关人士及机构进行所谓的制裁 如此掩耳盗铃行径 不仅加深国人反感 更自曝共产政权非理性的荒谬本质 推动美台各领域合作交流 达成实质伙伴关系 介绿学们也因为打台报道